第十題 乘上題 若氣氧中置入130公克的NAN3 完全反應後可產生多少木耳的氮氣 這題呢 我們一種解法 就是根據老師上課所教的一個比較正式的解法 我們說分成三步驟 第一步驟是寫出化學反應方程式並且平衡 這個我們在剛才已經做過了 它的反應是長這樣子 第二步呢 是把乙汁跟鎖球都換成木耳 我們是已知有130公克的NAN3 那麼這樣換成木耳 質量怎麼換木耳呢 要質量去除以我們的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 NAN3的分子量 納的原子量是23 氮的原子量是14 那麼我們現在有三個氮所以乘以3 所以叫做42 所以23加42叫做65 所以我們的原子量分子量是65 所以換成木耳呢 就是130除以65就等於2 所以呢 我們的NAN3呢 有兩木耳 那我們要求的是蛋有幾木耳 那就是X木耳 不曉得 那麼第三步呢 就是要把所謂的均衡係數比就是木耳數比 那我們是NAN3的係數比上蛋的係數叫做2比3 那麼這個地方現在有兩木耳 現在要求X木耳就等於2比3木耳 所以X就是所謂的3木耳 所以我們就可以求出來 我們的氮氣呢 是3木耳 這是我們的第一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是 郭敏季老師後來呢 轉換了一個做法就是我們直接去看方程式 這邊用係數告訴我說 這裡如果有2木耳的話呢 會產生3木耳 那所以木耳數比就是2跟3 兩木耳產生3木耳 那我們需要現在知道130公克呢 是幾木耳呢 130公克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要除以原子量分子量65呢 所以就是2木耳 所以呢 這裡告訴我2木耳會產生3木耳 可以產生多少木耳的氮 那我們答案呢 選的是B 我們會130公克的NAN3呢 完全反應木耳後 可以產生3木耳的氮氣